現在來進行的這一堂課 有一個前提就是之前介紹的一個手法 右手、左手、大骨 這樣子的這個手法要先熟練一點 那如果還不習慣的話可以再把這個手法練順一點 那我現在直接來講這個手法的應用 我現在的應用要把它當成一拍的過門 那前面我假設一個小節是四拍 事實上大部分也是四拍 1、2、3、4這個時間點要用 那現在我先用在一拍四個等分的架構 那當然前面的節奏可能是八分音符的節奏 像是這樣 或者是十六分音符的節奏 那現在我要把這個手法放在四連音的架構裡面使用的時候 放在第四拍 可是你會注意到 右手、左手、右腳 一共只有三個音 對不對 那所以它放在四個音裡面的話 還會有一個位置是空出來的 那現在我要把它放在 第四拍這組四連音的 第一點、第二點跟第三點 所以第四個點就空下來了 所以是一 Etint 所以是一 Etint 例子的其中之一 所以今天在練的這個不是一個 非練不可 不是說不練你就會 一輩子鼓打不好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它就是一個應用的實例 就是舉例我們可以 這樣子使用這個之前練過的手法 當然今天還有 幾個其他的例子要練 在今天 在今天示範的例子之外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你也可以直接拿來應用 看看 好那現在我要直接來打了 就是在這個4拍的架構裡面 現在我要演奏的是 1拍 現在我要演奏的是兩個小節的循環 第一個小節我會演奏一個 很簡單的八分音符節奏 第二個小節 前面3拍還是八分音符的節奏 但是第4拍 我就會打剛剛這個手法 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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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拍 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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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要把這個手法的右跟左移位到TongTong 當然除了剛剛的打在小鼓以及移位到TongTong之外 還有非常多的可能你可以去探索看看 例如說這個手法可以是TongTong跟小鼓 或者是有銅拔 有非常多的可能是你可以去應用的 那所以現在我不要花太多的力氣在你的手可以打哪些鼓哪些銅拔 一開始學的時候我們在應用的時候會覺得移位到不同的位置非常的有趣 我相信這個可以提供非常多的成就感去玩玩看 你在這當中可以找到很多的樂趣 但是對於成長比較有幫助的重點是在於你要去練習去探索 把這個手法放在不同的時間點會有哪些可能 那今天的例子是放在第四拍 剛剛是打在一二三點 第四點是空下來的 現在我想要試試看 把它放在第四拍的二三四點 這個會比較難一點 我說明一下 打起來會是這樣 1-E-N-R 2-E-N-R 3-E-N-R 4-E-N-R 4-E-N-R 你要注意到在開始演奏下個小節的時候 如果你下個小節的第一個音符你要踩大鼓的話 這樣會有連續兩個十六分音符的大鼓 就是前面一個小節的第四拍 4-E-N-R 1 連接到下個小節的第一個 如果你要踩大鼓的話 就會有連續兩個大鼓 這個地方你可以稍微練一下 如果不太順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動作上面先多花一點時間 4-E-N-R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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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我會把之前的練習 由大鼓連續踩動的這個動作 要把它套用進來 1-R 1 1-R 1 1-R 2 2-2 1-R 2 4-O 用利目搜索 4-0 9-0 10 9-9